平港有名声 会港有出名 新闻 人物 住宿 张明佑 说给你听 报道好名声 报道好名声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报道好名声 由于到我们星期的报道3到4点 在我们报道的人报忙来制作的报道好名声 我们全台湾都听得到 我们报道地区是我们FM98.5报道信息 中报地区是我们FM99.1台称电台 高平地区是我们FM96.9主郎电台 是 明佑今天来邀请同样是我们老朋友 是我们红维星王总编辑李燕某 燕某哥 是 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燕某哥礼拜四 特别来给大家报告明明知道 我们一位前总统 叫做马英九先生 他要去到中国来做製作的事情 说要去製作也很奇怪 清明他们老板放在福德公墓 也没看他去坐 这一天要去中国 带了一群学生 特别要去中国记住 这个交流呢 他说是两岸交流 是中国国民党 他一九四九年 走来台湾 七十四年来 第一位 去到中国的总统 希望说这个卸任总统 去到那里可以帮我们选择 因为依照中华民国宣传 那是我们的土地 你在那里叫马先生 燕某哥 马先生要去中国 他也很欢迎 我们后面都叫他马先生就好了 他不反对 他不反对 我们后面也叫他马先生 因为其实国民党 很多政治人物 还是说他的知识者 他都叫我们蔡英文总统 蔡小姐 甚至把蔡 写作 切菜的菜 蔡过的菜 所以他对我们民党的总统 本来就都没有什么 好的 有这个 好的口味 还是他口气都很坏 马英九先生 他这一次 他去中国 我是觉得说 他用这个 要扫握 去那里 我们台湾人 都比较高兴 就是说 人在扮握 这个丧事 我们都不敢批评 所以说 他用这种来批评 他去中国大陆 所做的一些事情 明依你刚才也说过 他要带一堆 学生去那里 所以 第一个重点 不是在掃望 掃望是 贾借这个民意 让我们台湾人 人家说不要被批评 人家要去扫握 我们不要被批评 但是这个上 他所做的 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学生去交流 是要交流什么 对 听说 中国 这个 这个 政治局常委 王滬 第二号人物 他会跟他见面 第二号 习近平 没有跟马先生见面 我想这很正常 对 有人 有人的事情 而且 对这个方面 看起来就是说 台湾 卸任的总统来说 其实很近 这个 政治官员就没有了 阶级说 李政委总统 还是说 阿宾 差不多 他维持 差不多 十年的时间 马英九 差不多 卸任后 黎明 就没有 什么市场 所以他去 扶选 好 人都不爱去 扶选 扶选的 方道忙 所以 他这次去 习近平 也不爱跟他 记录 我才刚 第三任的 这个国家主席 刚才 做了 现在 我又去 建这个 马英九 暗门 去带衰 所以 因为 在这个 圣中追缘 的时候 明佑 今天 待会 露音后 也是要去 掃某 我想到 马赫林先生 因为 有一个 相片 英文科 年外 电脑 内地 我上几天 在政论 这梦 一直拿出来 因为 他的 骨灰坛 面前 启得 几个 我非常 愤慨 想到愤慨 2015年 连爷爷 去中国 连爷爷 一回 马赫林 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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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知道 有印象 甘 姐姐 甘 女儿 过 过 过 他的 这个骨灰坛 面前 有些几个字 画图 箭筒 这个 振兴 中国 他没有 跟自己 振兴 中华 没有 振兴 中华 这两句话 让我非常 配合 因为 完全 跟 马赫林 的心境 跟 他们家族 的 这个 想法 寻得 非常的 明白 而且 好玩的地方 是什么 这次 不是 红 带 学生 阿Q 他不过 你知道 带 一座 美国人 他们家 东南 西北 刚才都 美国人 还有 生日 两个 女儿 也 美国人 东南 西北 这个 时间 就是 他们 要去 祭祀 要去 祭祀的 这个 所在 也 特别 除了 中山林 长沙 以外 还有 一个 所在 南京 抗战 纪念 館 你 买 过 不要 当然 也不要 我认为 我要去 都没有我去 你觉得 他去那 的 是什么 他去那 抗战 其实 他的抗战 不是说 共产党 和国民党 联手抗战 而是 他标 标识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抗日 他是抗日 原来是这样 因为 现在 美日 联合 保护台湾 日本有事 就是台湾 有事 现在 他表现 就是说 我就是 抗日 我今天 表现的 就是说 我抗日 抗日 现在所以 中国 还是国民党 这几天 也有人 在搜尋 问 我们日本交流 合会 有什么 欢迎吗 对马总统 要去 刚才 你说 去南京 抗战 纪念碑 现在 要去那 看 这个行动 表示 他 反日 抗日 有什么 欢迎吗 日本人 也没有 我们的交流 学会 也没有 什么意见的标记 所以 他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反日 反日的另外一层意义 就是抗美 所以 他的立场 其实跟朱立伦 主席 也有点不太一样 秦美和宗 对 完全不一样 因为 他这一次 去中国 很好玩 我看 他的 设计 很出品 什么武昌 起义纪念馆 再来 最后 要去四行仓库 我如果想到四行仓库 我就想到林青霞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四百众事 八百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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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霞 排 国旗 去四行仓库 那个画面 我只记得 你这个而已 但他这次去的 没中 其实 我也要 呼吁马英九 你既然 要去胜中追缘 你这个中山林兵 有一个叫做 南京石朝 历史博物馆 我不知道 艳莫哥 知道吗 他有十几条 这十几条 很猪蜜 他把每一个朝代的 开始到结束 都把它写下来 所以 既然要去 记住 你看最后的 那个叫做中华民国 1912年 到1949年 所以 意思跟我们说 中华民国 好像在中国不存在 但是在我们的 憲法里面 跟你说 中国是我们的 叫做战区 所以要呼吁马英九 要去记住 带学生去 这是非常好 因为 希望马英九 去传达立场 也不是什么不好 2016年的时候 马英九 又去马来西亚 你知道吗 对 去演讲 他跟 去摸摸摸摸摸摸摸 开一个国际记者会 你知道什么东西 国际记者会 他说 马来西亚 叫我来演讲 他把我姓马先生 所以他拿一张招 应该把我证明 我是中华民国的 前总统 所以 他去中国 你看 他不敢证明 他就不敢证明 不敢证明 因为已经是马先生了 马先生 对 因为新加坡 马西惠勋 就是马先生了 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马先生 我是在想 因为 这次 我们有 这个民进党 还是说 我们这台牌 好 质疑说 马先生 你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不敢 像 明天你说的 宣扬传达 中华民国主权 还独立的 这个 属性 还是 国民党呢 他们都 撒边这个议题 避开这个议题 就说 你们要说 我们去 马先生 去中国 扫帮 你们蔡英文 也去过 你们谢藏廷 也去过 重点是 我们 蔡英文 总统跟 谢藏廷 总统 谢藏廷行政院院长 去的时候 是什么 说政行 背景是什么 而且 还有带学生 去交流 没有 因为 我们所做的 是什么 事情 而且 我们谢藏廷 你说 他一定要有 掉眼泪 什么 那个时空环境 跟他所处的 这个 身份 差太多 对 因为 还没有理解 製作这些东西 其实我讀台湾 我应该说 现在要呼吁 国民党 去振兴中华 我们现在台湾 要有一个议题 要常常呼吁 中华民国 是一个流氓政府 你这在台湾 发这个 我告诉你 国民党 这些人就开始说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忽然跟中华民国 又继续 你现在就跟你说 你看 副总统有这个远见 他改做中华民国台湾 中国国民党 现在没说了 他现在去到那 连中华民国没去 都没关系 所以连马先生 你的配枪 你的随护配枪 是一个主权象征意义 你知道2015年 连战有配枪吗 也是有 这个 他这次去 他的随护 没配枪 没配枪 他怪有什么你知道 你们国安局 你们国安局说 没关系 正时国安局出来反驳 他说 没有 奇怪 马英九 你跟我说的事情 从哪里 我们来打这 你把他摆去 所以 后来证实什么 马英九 他们妥协的 然后把责任 推给国安局 国安局出来打理 所以我们问 燕莫哥 台湾的政治人物 当然包括 这个赖清德 陈菊 都去过中国 但是 陈菊 你知道他在那 叫马英九 叫什么 叫总统 这个赖清德 去中国 上海高临 他在那里 要听到台湾 另一个声音 就是台湾独立的声音 台湾是个 主权独立国家的声音 这个格局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反应 也是蛮好笑 我最近看蔡震宇 还蛮可爱的 她说 你们民进党吃醋 你有吃醋吗 没有啊 那你是民进党 没有他意思是这样 你们民进党吃醋 你没有吃醋 那就是民进党的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 会支持台湾人 你怎么会吃醋 对啊 你这个时间点 你知道最近国座 有很大一个变化 包括这个 蛮有趣的进程 就是这两天 这个 泽伦司机 交代什么人 你知道吗 日本的社区 对 那 再前一礼拜 这个 习近平去找什么人 普丁 普丁 哦 要做什么 两个 好兄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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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亲密的好朋友 亲密的兄弟 说是中国提出十二的主党 要来调解 要代替欧盟 北约 美国 日本的地位 我现在跟你说 我们提出十二条 普丁你要接受啊 普丁 说要叫这个 跟这个 啊 他们两国 可以来协调说 诶 我们在停战了啦 跟乌克兰在停战了啦 啊 到现在呢 普丁说我会加速考虑 但他没答应 所以中国要取代的 这个地位很明显 所以马英九这一次去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妥 嗯 所以你看到国际 有很多声浪呢 说 马英九这时候去 无非是替中国作假 呃 我们刚才说到马英九 会去到中国 去中国呢 你明天才要出国人 要出国后呢 呃 他会经过一个节日 你没个人知道什么节日 嗯 愚人节 4月1号 是愚人节 所以蔡震源说 没关系 你就当做过愚人节好了 但是又说 你们民进党吃味 吃醋 而且国民党呢 包括陈以信 他要选台南市的这个立法委员 嗯 他就出来说 你们绿营呢 每天都在骂 你们到底有没有希望 两岸呢 能够对话呢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两岸对话 两岸 这个时机点 适不适合 两岸对话 国民党的两岸对话 就是说 只有他们能够 共产党对话啦 你们民进党 不要跟共产党对话啦 因为这个 这个两岸的代理权 国民党要 要拿手头的嘛 因为 过去在2008年那时 国民党就是怕 九二共事嘛 很久就是打九二共事这个议题 然后击败了这个卸长庭嘛 到2012年 还是这张九二共事这张牌 赢了我们蔡总统嘛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 美国跟国际上的这个氛围跟这个风向已经转变到说挺台反中啊 过去是挺中 然后不清台 现在是挺台反中 但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嘛 国民党也是期待说 有一天呢 这个风水又继续 回到他那边的时候 变成说两岸要交流又开始了 所以他那时候到时候拿着这个九二共事的牌呢 一中这个原则还是一中个表这个牌呢 又来取得这个台湾人民的信任 现在评论给他们 他们就继续接政这样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 你们最好是不要 民政党最好是不要加进这个两岸的这个对话交流来对 让他们跟共产党上下起手嘛 对 我给各位报告 主角洪秀柱呢 在宋涛上任的时候起到现在危机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 他特别指示王富林跟宋涛 今年就是中国的两岸协商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要跟你协商两岸统一大业 九二共事 习近平在新加坡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中国 那从此以后定调了所谓的九二共事 我给你问一下 苏起最近在呼吁马英九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提九二共事啦 你去中国一定要提九二共事啦 但九二共事后面没什么 你要解释一下 他们的九二共事到底跟中国的九二共事有什么不一樣 国民党的国民党的九二共事就是说 一切以中国的说法为准 是这样喔 所以最近1992年的时候 九二会谈根本就没有九二共事嘛 因为那时候九二共事就是说 我国民党我讲我的 你共产党讲你的嘛 然后到了两千年以后呢 苏起他就发明说 我们把那时候1992年的会谈 叫做九二共事 那时候就是说九二共事就是 国民党主张一中各表嘛 然后共产党呢 他就没有标识 他就说一个中国 但是呢 他也没有批评台湾这边 李政委总统这边 说租丁卫一中各表 他也不反对 等到两千年的时候 阿扁上台 苏起就发明这个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呢 他也跟着变了 后来呢 胡锦涛的时代 他们就开始 我们来接受九二共事 他们也接受九二共事这四个字 重点是他开始把他里面的内涵 开始改变 改变后呢 国民党慢慢的 也不再主张一中各表 我最近看到就是说 到目前到最早为止的 又建设一中各表 就是吴敦义主席 朱立伦现在有在说一中各表吗 没有啊 所以他拿掉了 马英九先生早就不谈九二共事了 不谈一中各表了 所以国民党的九二共事就是 他跟着老共的艺术 的变化在走 所以有一天 共产党就说 我们的九二共事就是说 只有一个中国 到底呢 这个一个中国当然就是 中华人民共产党 不是中华民党嘛 所以刚才明佑你讲得很好嘛 我们台牌 要尽量说这个中华民党 就是流亡政府嘛 现在国民党才会出来保护说 哦有哦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又是一个主群 独立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 每天都要摸到这个天 如果说 副总统还是说 我们的赖主席 赖青德主席就说 我们本来现在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主管 国民党他就没接受了 是 所以他还要拼他说了 对 我给各位报告 不是这九二共事 寒寒糊糊糊 连现在中国国民党 这个中华民党 这个中华民党 台湾上的 也寒寒糊糊 最近呢 中国国民党来报 有一些事情 借鉴 借鉴 因为 我们是一个中心的电台 我们没理想 我给各位借鉴一件事 你知道这个 中国国民党 本来用一个 就是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 我给他戏称 叫做更生人协会 因为这个秘书长 过去台湾官党 他有这个 他有案件 要你起诉当中 这个 他也加入选举委员会 你专告 他跟他没说 欧金医党他开始的 也不是他开始的 他也不是最后一代 他是创下 没有让市长不送一遍 赖称德不送 在美议会 两百十多天 再来第三个 就是花蓮王 我给各位说 明佑里 民事座执行长 每年都吃他的西瓜 他每年都送西瓜 去到每一家 每天都送西瓜 吃得很不好意思 今天要他念 不知道还要太多 最近呢 国民们都乱乱翻 乱乱翻 是乱乱翻 许� 짧 小心說他病毒 金普聰也說他病毒 那個侯友說他黑金 如果你要解釋一下 到底他在說什麼 傅昆奇 他花蓮網 他對國民黨沒有功勞 有苦勞 2022的地方選舉 他也出力 他也出錢出力 然後出頭腦出人 金普聰跟馬英九一直不讓他回去 因為這致命性 不僅是傅昆奇 馬英馬金都連什麼 我們張榮衛 還有那個 袁清彪都不喜歡 連王金平都不喜歡 你說呢 說也想要 王金平只是說 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對這個什麼案件 不要再上訴了 他們不要再上訴了 關切叫做關說 而且關說沒有罪 關說也沒有罪 對啦沒有貪污啦沒有罪嫁啦 連這樣他們也農不下 嗯哼 啊表是說怎樣 就是說 他可能看著說 不合他們 他們走不走會呢 就是他們不一樣的啦 所以他們都要排除在外 啊重點是 因為這個傅昆奇可能 長期就跟這個馬英九啦 啊這個金普聰他們就長期不合 嗯哼 他們是這個私人恩怨 結果拿到國民黨黨內變成 黨籍之爭 嗯哼 黨內之爭 黨內的紛爭 嗯哼 但是這個是他們家的事情啦 對 我們也不用管那麼多啦 啊就是說 他現在在這個 剛才明侯你說 他們這個提名委員會 選冊會報裡面 嗯哼 這個提名委員會 他們是要拿名立委的 嗯哼 你侯友你緊張什麼啦 嗯哼 你不要緊張嘛 人家只是要提 你看 啊國民黨要創立委的提名 你要把這些地方的大頭 都包含進來 因為他們也是在地方出錢啊 出力啊 有些組織啊 農漁會啊 啊這些社團啊 人家也要尊重人家的議事啊 所以我認為 朱立倫找這些人進來喔 無口厚非 嗯哼 但是呢 你要 你批評的人呢 你這樣比較厲害 所以傅君是說 啊不然你 你比較厲害 你這次嘛 哦說也是這樣啦 對啊 你這次厲害 你來嘛 你主導嘛 你主導嘛 但是國民黨都說 欸傅君請你怎麼亂來的啦 你怎麼退縮這陣啦 所以 政府總說你病毒啊 沒有啊 人今天 他敢決定 任何人算了嗎 他有連一個規定 立委提名的規定 或不分區立委怎麼提名 連規定都沒有講出來啊 都還沒有做一個決策 嗯哼 你就怎麼批評 啊第二點就是說 除了許巧新 除了鍾佩君 嗯哼 除了這些少數人在講以外呢 國民黨還有誰 出來附和他們 他在說說賀金 因為國民黨 從地下開始 包括鄉頂長 包括議員 嗯哼 嗯哼 包括這些 很多 這個 這個派黑 對啦 你看 平和那個議長 多少都 大家都黑金嘛 對 都黑黑 啊 大家都不敢說 也說 你賠贏 冷中 你賠我啦 嗯哼 所以 其他的人 中南部的這個國民黨 這個派黑 或是說這個組織 沒有人在反對說 朱立倫 提名這個 這個選冊會 這個會報的人員 到底 他們反對 沒有 沒有人反對 嗯哼 所以你看 一個禮拜以後 幾乎這個沒有消失 就消失了 雖然說 朱立倫是說 啊 沒有人取消這個 這個會報 啊 改為什麼什麼 另外一種形式 啊但是 國民黨對這個 黑金的反應 根本沒有反應啊 嗯哼 因為我本來就黑金了 你 對咩 社會大臣都知道 侯友宜像在借石子 要說黑金這件事 啊黑金 你叫警察出身的 你也去抓啊 對啊 對啊 你就直接說誰人就好了 你臉書嘲諷 要幹什麼 嗯 而且 還好笑的一件事 周勝口出事 他整個周勝口出事 嗯 欸 你說黑金 你出頭的黑金 我做警察 人民保母 你的臉書 嚇到義正田英 嗯 欸 周勝口 竟然出事 後來 他整個部份成立 嗯 侯友宜也很高位 對啊 所以如果我去看黑金 欸 明佑你就了解嘛 新北市議長 蔣根宏 那要去去查一下 他裡面也是 哦哦 很多事情 很精彩 對啦 但是蔣根宏很支持 對啊 他現在要跟他講 因為他要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比較不會定 嗯 我給各位報告 侯友宜也很厲害 你看他這樣 這個總統是做幾項台事啦 兩岸 外交 國防 對 啊 這是總統的職責 嗯 我們是 我們是這個 元首 可以指派這個CEO 叫做行政院長 嗯 啊行政院長就乖乖 來不這樣啦 侯友宜呢 聽說他的這個 對於兩岸論述 國際論述不準 嗯 啊但是起手勢 本來要選總統 所以近前1月1號 元旦升起了 嗯 他強國論 你不知道他說的強國是多少強國 他他說的強國就是說 大家各自解釋啦 哦 大家不要把他拚了 不要把他拚了 他要說 其實他的心裡 我們大家的心裡上都知道說 強國是美國啦 是是是 但是他如果說美國喔 對中國真的太難看了 對對對 啊國民黨的這些技術者 都沒辦法 都聽不下去嘛 大家都會流汗汗嘛 啊所以 他就說 啊大家各自解讀啦 各自解讀啦 啊他心裡就不要說啦 啊所以他就沒有再繼續提了嘛 嗯 啊如果他講說 你們問我強國 強國當然是美國啊 啊中國怎麼下得了台 說的也是 所以 表示呢侯友宜兩岸學分是不足啦 嗯 所以馬英九呢 這個 侯友宜本來是朱立倫人嘛 啊因為有一點點心結 嗯 啊朱立倫前幾天 也在議會幫他開一個記者會 嗯 那也說我們兩個好朋友啦 咱咱咱咱咱啦 啊這幾天 國民黨也改變一個 嗯 總統本來要民調的 要醜算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對 情交啊 對啊 情交到底為什麼要情交呢 這等一下來解釋 但是你知道馬英九 為了我們這個侯友宜 啊進步中姓馬呢 這個傅昆齊嘛 馬英九說喔 你要保持啦 保持什麼事情呢 兩岸學分不足啦 嗯 所以他就叫這個舒淇 做宜的老師 啊還有一位呢 呃 那國民黨喔 他也說 欸 侯友宜的兩岸學分不足 嗯 就表示說 從現在開始 好 就算給侯友宜說 啊 或是說國民黨 啊我現在正交 侯友宜要參與 從現在開始三月 三月底開始 嗯嗯 到明年一月中 嗯嗯 三季 嗯嗯 欸 明侯你讀 我們讀 研究所 嗯嗯嗯 要讀幾檔 兩三檔以上嘛 對對對 他這樣不像一檔 第一檔 把這個兩岸學分補起來 你覺得他有厲害嗎 有厲害啊 哦哦哦 這樣太厲害了啦 輸啊 對啊 啊所以 迫數也不用刻 這個時間實在是太低 因為 兩岸的關係 啊兩岸論述 要經過短時間 嗯嗯 你有接觸 啊你有交流 嗯嗯 有接觸 啊有了解 嗯嗯 才有辦法說 去了解說 啊 要怎麼說 說台灣跟中國 哦 佛頌之間 到底 我們的這個糾隔在哪裡 嗯嗯嗯 啊怎麼走 對兩岸比較好 對中國也好 啊對台灣也好 啊這方法要拿出來 那不是說 哦 從現在開始 不符了啦 連國民黨都知道說不符了啦 嗯嗯 兩岸 不說 兩岸放一邊 啊 外交國宏呢 嗯嗯 也是都世界上都不及格啦 嗯嗯 而且分數很低啦 很低喔 啊你 補兩岸這塊 剛才明後你說 趙春山 哦 蘇起 好啦 他們就算說 每天 他們都補色 補色 補色 補到 好友他很厲害的好了啦 啊外交呢 國宏呢 要怎麼補色 不符嘛 不符啦 因為我跟這兩個 老實說啦 這叫做 請阿貴聽到的 對 本來啊 人家叫你懷疑說 侯友宜你這樣 藍皮綠綠 嗯 過去啊 旁邊我跟你 在背後 大家都拿這個來講 嗯 如果他藍皮綠綠 他不會做的 先把刺到 嗯 啊再來 深藍喔 其實對他都很有意見 對 啊所以 現在深藍的馬英九 跟金普聰 喔 他主導他的選戰 你看他跟這個 朱立倫 跟這個 呃 傅崑奇切割 啊主導選戰要 你看他兩岸論數是 非常不足的 嗯 啊 再來就是另外一件事 他到底算不啦 嗯 對啊 他也算啊 那冠廷都常常 招冠廷都常跟我抱怨 你知道 欸 明佑我好不容易 選上新北市議員 他不要落跑喔 他不要落跑 我還沒質詢過他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要給你問 他也算嗎 他也算 而且在這個 他要簽詐算啊 他也簽詐算啊 他就是要躲過 朱冠廷的質詢嘛 就是這樣 躲過朱冠廷 陳來瑜對他們的質詢嘛 這些新科議員 大家也要準備好啊 要跟他交出一順了啊 他一定會在 所以 朱立倫趕快改變 這個遊戲規則 說我們不要投選 要用徵兆的 徵兆的意思是 直接就是侯友誼了 其他沒有了 所以張亞中 他表態說我要選總統 一個泱泱大黨 他說我們國民黨泱泱大黨 為什麼連一個初選都搬不起來 這個不初選最好的方式就是 對馬金最好了 因為馬金 哪一個現任總統都希望說 他們做太上皇 他們都要做理應 所以侯友誼拆除了 你的兩岸論述 國防外交都是我馬英九 跟金普聰在主導的 後來他剛才你說到 這個一樣是數字 最近有一個民調 兩個民調 一個美里島 一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侯友誼過去都穩定的 領先賴清德 當時傳出郭台銘的時候 他還是照樣領先賴清德 可是時間一久 一拖再拖 南投的補選 國民黨失敗之後 最近的民調 包括台灣民意基金會就公布了 侯友誼剩下24.8 賴清德36.2 你不要小看柯文哲 他都要在19到20中 去浮浮沉沉 在美里島電子報 我們也差不多接受 所以我們問一下印模歌 如果最近這樣看起來 侯友誼身世是有下降的嗎 他漏了很多 漏了很多 因為連國民黨的支持者說 你的咒語不要再黏了 咒語就是好好作詞 才會咒語 是 他最近比較添加了 還有每個人有每個人 自己的崗位 嘉哲哥有嘉哲哥的崗位 侯友誼的崗位 我們團結共好 所說的就是咒語就是咒語 但是這些咒語就很空洞 沒有來用 你說第一順是政治紛亂的時候 疫情大家驚訝的時候 大家這種振奮人心的口語 OK可以 但是到這裡開始斷冰相接 要爭槍實彈要戰的時候 你不能再說這個了 東風也不來了 連生爛的都聽不下去了 你不要再說這個了 因為這個沒辦法 韓國語那時候 他講的還是 口口聲聲的 還是有點內容 他還可以激起 這個國民黨支持者 對 什麼月球 什麼一天 沒有你就用一些 比較多的形容詞 可以引起 而且我們這個 明天可以下標的 可以用的 對 侯友誼 連他說的話 我們也用到炒生氣 團結說好 好好做事 不能每天都用這種標 我告訴你 以前韓國語 連要不要進議會被選 都是大新聞 現在侯友誼 徵招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被徵招 可是徵招之前 他不要進議會 好像沒人關心這件事 他已經不想進議會了 因為進議會一定會被問說 你選總統 怎麼樣的事情 所以他還是回答不出來 韓國語氣勢要是比侯友誼 對 但我要跟你問 到底民進黨做什麼事情 這麼快會氣勢回聲 民進黨就是我們團結 民進黨也是團結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南部 我一直都很團結 對 我一直都很團結 而且你看 南投的浮旋 你也在廣播電台這邊 一直我們呼籲知識者來投票 所以最後我們 蔡佩服贏 這件贏的意義很大 就是說 這個等於是這個一個防線 沒有讓國民黨繼續贏過 沒有跨過這一條線 而且南投中部這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中南部是民進黨的大部分 國民黨繼續 我們又踏進了國民黨 十七年來沒有贏過的地方 這個是意義重大 而且這個典現之後 我們的賴主席 賴主席 他的意志力實在是太嚇人 他如果要贏的地方 他一定拚得贏 所以像2018也是 他會覺得不可以 不可以再輸了 所以在台南那時候 雖然戰卸龍界很難贏 他也是 卯盡全力 服選郭國文也是贏 那一戰之後 動了 動了之後 整個氣勢轉變 所以這輩也是相當 那整個感覺 尤英龍 尤教授 他也是這麼一份文獎 我看的 我也蠻認同 他說 假期是因為疫情 或者說其他的什麼 高端疫苗這些 紛紛擾擾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國防外交還是 繞機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選民的 感覺說 副總統這樣做到這樣 好像也沒說好 而且 裡面民眾派的 各有各的想法 現在這些的紛擾都沒有了 對 蔡總統 從現在開 從之後選後 他也是很低調很沉穩 他也沒有搶劲說要擋務 他就幾乎沒有干涉 非常泰然 對 然後整個的提名 未來2024的作業 都是交由賴主席 跟他的提名小組 下去做協調 他很尊重 那他也 這個行政院 他換上了這個陳建仁院長以後 也是照顧來 也沒有說 我們要一步登天 還是說他要更插手 沒有 這就是 人民說 總統有守住這個 憲法的分紀 然後整個民進黨 整個步調一致 對 所以 這樣回來看 就是2022的輸 就是說 其實我們民眾不說很團結 只要團結就贏了 對 因為這個檢討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也沒想到 因為 其實賴清德那時候要接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我個人是反對 我也有跟賴清德表示 我反對 為什麼反對 因為 不要久遠間裁判被講話 可是後來他接應該是對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看到說這個所有三頭 林佳龍 鄭文燦 那在蔡英文總統的協助之下呢 各自安撫 對 都有適當的位置 然後再來呢 這個中生代接班就是 大家很團結 讓賴清德一個人出來 你看15號 確定 確定 就只有賴清德等級 那當然 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 已經確定了這個立委 接下來就是進入協調期 但賴清德有做幾件事情 我覺得人民是有感的 這一次民進黨 在2022的大選 為什麼讓大家失望呢 很多人跟我說 這個提名作業是有問題的 都全部採徵召嘛 然後主席決定嘛 然後你看您之間這個 論文門 論文門的事情嘛 包括我很敬佩這個 蔡委員那個基隆 蔡世英 他也算不算連任媽媽 為了這個博士論文的事情 我要說的是說 快速去處理這些事情 賴清德提出了三支劍 包括第一支 關於這個黑金的問題 因為邱莉莉大家認為說 其實他是陰系的 可是大家還是認為說 台南過去是你的地盤 那是不是有你的人馬在裡面 可以要快速的處理 那用民進黨最嚴重的一個教訓 就停權三年 有人說 他一樣會給他拿名 但我告訴你民進黨整頂 是最多三年 跟林志展 還有第二個 就是論文的事情 這個論文呢 民進黨就採用了更高規格 要來檢視論文 所以在這一次的立委 大家都在登記 的論文都會再被民進黨自己拿出來 編施一次 所以 這他敢做 第三件事情 不好意思 後來只要要抽選就要抽選 沒有什麼 主席親自去徵兆的台 除非你是監管選區要協調 對 這個沒話講 可是 該初選就是要初選 所以 我認為 也沒有現任優先 我覺得這個最 國民黨來說非常震撼 因為好像最近徐曉鑫要起來選立委 這樣 都跟你說現任優先 選議員是什麼 現任優先 大局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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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政交已經過多月了 都沒有什麼新聞 我來報你採取 我可以隨便 對 你讓政交 整困選區 沒有人要拆小禮 很可能 連總統也沒有來過 我們那些交易人也沒有來過 那多可能 所以賴清德前前後報我七次 所有人說 你是全國上司的 我跟他其實沒有什麼淵源 只是民事的事情 我主張初選要公平而已 他就來把我七次 包括拜廟 包括衝翔 他以前就是這麼溫暖 所以我問一下燕摩哥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改革 造就了看到國民黨現在的 因為大家會看 當然參選者 比如說 明佑你如果有機會 參選議員還是立委的時候 你會看說 連蔡培會在南投 這麼難打的選選 都打贏 我們民進黨當然很多 要參選的人 他們一定很有信心 說像賴清德這樣給我扶選 我一定會過 所以上一邊 你說剛才明佑你說 來幫你參選 你搬雞搬七次 那如果搬十七次 如果搬七十次 我看你能贏 沒有了 那兩國 他整天就躲那裡就好了 我告訴你 蔡培會家 他沒說過 8千點每週 七十七次 這給我配合他的地方 那是我的高雄 我以前的高雄 我現在證明 我希望後來我也可以證明 不就是高雄的高雄 賴清德去到九隻水 剛才說廟 那是民間跟南投市的價格 我想要特別說這間廟 因為林明正的豪宅 剛才在旁邊 羅清德人那裡就去 剛才說廟 他去很多廟 其實都是沒有人知道 像我們餐廟的觀音廟 其實都沒有人去 那時候要去那裡 他說一句話 我非常配合 他說 我如果去吉安宮 我如果去林陳伯家 那都大廟 都觀光客 都香客 但是人的信用中心 是特地風廟 所以就被蔡培會 都去特地風廟 包括六國 特山 都是特地風廟 所以說賴清德有營的角 而且每一廟廟的日子 對 他都知道 不好意思 我做南投人 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他都知道 像我們在春天宮 武當宮 我只知道幾百年的地方廟 他都知道 而且每一筆疏問 他自己指導 這給我對他實在是 無體投地 所以我跟葉某哥 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你認為這一次總統大選 兩黨去比較 優劣勢 那未來如果真的是 侯友宜出來 他跟賴清德怎麼比較 賴清德的優先 就是說 他的體力一体是太過人了 他的體力 跟精力大概 可以跟阿扁相比 阿扁那時候 他做理會開始 沒有名字 都在這順 做市長也是 做總統也是 他可以 他可以打選擇的時候 可以從早上打到英雄 每天睡到差不多三四點鐘 都這樣就可以了 賴主席也是這樣子 他在做台南市長的時候 可以拚到英雄 拚到半夜 其實像鄭文燦副院長 其實他當桃園市長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這樣 所以民進黨的這些 我們的比較厲害的這個 這個做得比較好 說 鵝肉的館市長其實都有這種特質 你看 現在開始 賴清德就已經這樣 在掃街 在落地風 去高級地方去走 這就是他的優勢 因為 我們每一個選民 都希望說 喔 總統好選人來啊 可以跟他去面 跟他握手 這很重要的 還是跟他說一句話這樣 侯友宜 他可能也有這個能耐 問題是他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為什麼 我們從時間走幾年啊 從做副總統開始走 現在 什麼時候 侯友宜要開始請假下去走地方 他有辦法這樣走嗎 其實 國民黨的這個 總統的競選的行程 跟民進黨差很多 韓國瑜 那時候他說 喔 他三四多關 但是他的選總統 其實他很少在走地方 是喔 他的行程都排不幾個 排差不多十幾個 我們賴主席 我看一天六七十個以上 是不是最百的 都有可能 他們一天差不多排十幾個 十幾個 那要怎麼知道 這要怎麼知道 這要怎麼知道 所以這是 所有賴主席跟 這個 這要磨合的啦 國民黨怎麼會 讓一個台灣人去選總統呢 對啦 這最重要的就是這樣啊 就是說 你們台灣人 待會做國民黨的路材而已啦 你們哪有可能 同家做主啦 所以 你 他就說 但是呢 國民黨還是會 最後還是會 團結 還是會凝聚 他們 他的選 我們基本上差不多有四星期 嗯哼 差不多在那裡 所以村裡就是看說 這些中間選民 那這些 這個沒有政黨意識的選民呢 會怎麼判斷說 要到民進黨還是到這個國民黨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啦 中間選民當然是固然重要 那 國民黨那個價值觀 學童主義 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學童主義 你像馬英九 要去那裡 他就是一定看的 你有中國會統 嗯 他們在台灣 給李政會一次討論 嗯 他們很怕 很怕 很怕 所以他們現在 就開始怕說 欸 你如果真的好友的台灣人騎 他會怕李政會爛爽 對 過去王金平 你也知道他跟李政會比較好 要選總統 大家都要當 對 所以 進全黨之力 就是不要讓台灣人騎起來 但是 民進黨就不一樣 因為 剛剛在說 非常重要的是 當然國際關係 我們這幾年看起來是 跟美國是非常清真 那也是非常好 跟中國當然 因為他現在必須三大邪惡造星國 我感覺是這樣 北韓 對 最近說要自散 要設核彈 這個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全世界他指責 普丁現在用通緝了 中國真的早起 他說 這是我的兄弟 你看 中國 共貿易制裁到現在 整個經濟沒辦法復甦 各位你要去理解 民進黨是有帝會 來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是因為說 賴青鐙拿出來 是對台灣很好 對 好啦 非常感謝 燕歐哥來特別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星期再會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會 拜拜